Hello,大家好,我是Mr.Emanso,今天会为大家讲解HKDSE Sample Paper Mathematics Core Paper 2 Session 8 Question 29 这个paper可以在考评局以下这个网址里找到 请留意画面的讯息,如果你是未掌握我做这期视频的理念,又或者如何正确地使用此视频,麻烦你继续画面,否则我们可以继续 好,这条题目就是说这个数据的离差,就是Dispersion Measurements 我这里也提醒大家,我们有几个数据或方法,计算也好,观察也好 我们就用来看看这个数据的离差情况 最简单就是我们小学四年开始都学的平均数 我们现在就通常会变出一个mule这个数字,去代替了平均数 那就是interquartile range OK,就是上四分位数减下四分位数 OK,还有range,range这个比较容易,就是最大数据减最小数据 然后就有这个standard deviation,标减差,标减差呢,为什么会有开方跟,又要移次这样的呢 原来是这样的,我们就想知道数据和平均数是离差有多远 那我想要逐个数据减一减平均数就知道了,但很不幸 平均数呢,通常在那些数据里面有些数据就会大过平均数 有些数据就一定是小过平均数的 那变了如果我们就这样数据减平均数呢,那就会出现了正正负负 而这些正正负负可能是互相抵消他们的 那我们唯有想到的方法就是把那个difference,就是减完结果我们叫差,就二次了去 二次了之后呢,加了那么多的差,就除了n 但是加了那么多的差,又出现了问题了,那这个呢 就不是我们想看到到底离差的情况实际有多少的 因为我二次了嘛,那我又要取回square roots 取回开方跟,ok 不取开方跟的时候呢,我们就叫做方差variance 我们的课程里面,你们都是要知道的 就是variance和standard deviation,标准差和方差之间的关系就是有没有疑似的 可以吗?标准差是有取开方跟的,那我们只需要把标准差疑似就是方差 好,第29条,那他就问一下两group的数据,如果看回题目 那每group的数据都有6粒的,那他就...而每一粒的数据呢,他就会...是...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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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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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三个问题,那么我就会做回三格给你看的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两个min是不是相等的呢? 那么我加完除了,那你一看就知两个min不可能双等 一个是a加1,一个是a加6分1 OK,接着就说中位数了哦 咦中位数又刚刚好哦 由於這次我們要計中位數,我們要拿6顆data,然後畫個長方形,然後把東西劈開 剛剛好,由於是雙數,每邊都分到3顆data 中位數,怎麼計出來呢?我們就要在最接近中間那條線,即我劈下來那條線,那兩顆數它加上除以2,就是去計中位數 可以嗎?那Median計出來就是A加1,就是一樣 好,那最後,再計上那個range,兩個range是最大數據,最小數據都是15 那所以我有conclusion,就是兩個mean是不同的,但是Median和range是相同的 所以呢,sentence1是false,sentence2和3是true OK,那我就做完第29條了,好,多謝大家收聽,再見,拜拜! 好,多謝大家!